郭文貴議員 主席本院委員 2011年修正通過的法官法 我在大體討論的時候說過 被民間社會評價成是一個不及格的法官法 過去這幾年的實踐印證了這樣子的評論 一點都不願望 當時通過了這個50分的法官法 其中一個飽受強烈批判的就是全面平和制度 輪為司法院內部的黑箱平和 成效不會好 法官法施行了以後 到目前為止 每三年做的全面平和 法官做了兩次 檢察官做了兩次 全面平和的制度 是要跟個案評鑑緊密相連的 希望藉由全面平和 篩選挑出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 送進個案評鑑 但是過去這六年 兩次全面平和 不管是在法官還是檢察官 送個案評鑑的人數全部都是零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才引發 不管是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還是社會上面討論的時候 認為這個全面平和形同虛設 剛剛段委員其實說得很好 如果是維持現在全面平和機制的做法的話 乾脆不要浪費錢 把它廢掉 但問題是 你如果要把它就這樣子廢掉的話 那你本來應該要有的功能 要怎麼樣去實踐它 到底是司法院過去的全面平和做得有問題 剛剛段委員所引的 的確就是按照司法院現在做的方法 他去做成效評估 我以前中研院的同事們做出來的成效評估 就是很糟糕 但問題是 我們到底是要改革去改進全面平和的方式 還是把它全面廢掉 要把全面平和廢掉 在一個前提下我贊成 要充實 要強化個案評鑑的功能 把個案評鑑的大門給打開 我們在2011年那個時候 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怎麼樣打開個案評鑑的大門 就是訪美國法 任何的人民都可以申請個案評鑑 不是只有限於當事人跟犯罪被害的人 任何的人都可以申請個案評鑑 跟只有當事人還有犯罪被害的人 可以申請個案評鑑 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進一步的說明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有一載個案評鑑的門根本沒有打開 到今天為止 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